变异时尚 今天在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奇奇怪怪的装束、行为 乃至许多习以为常的大众文化元素 表面看似个人的自由选择或者时尚潮流 其实都不是偶然出现的 究其来源有许多装束、行为的背后 往往都打着魔鬼的印记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这些元素自然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资举树立 今天人们已经习惯的女性短发 其实来源于上世纪20年代西方的非来波女郎 获益轻挑女子 首第一波女权运动和性爱自由运动 见本书第七章影响 她们穿短裙、剪短发、听爵士乐、化浓妆、饮烈酒、性开放 短发是她们蔑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 寻求女性解放的一种表达方式 这种发型开始流行之后 一位知名歌剧演员表示 在我看来 剪掉长发就是摆脱一个小锁链 这是妇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 要摆脱的许多小锁链中的一个 之后的三十年代 大萧条中这种发型逐渐没落 而在反叛意识流行的六十年代 各种短发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欢迎 而如今人们习惯的男人流披肩长发 其实来源于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 虽然男子的长发传统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代 但是西方在一战之后 男子一直剪短发 六十年代 反文化运动中 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长发 视作对传统的反叛符号 纷纷效仿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社会主流对青年男女这种反传统性别的打扮 一直非常抵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了 在进步主义看来 这是社会宽容度的增加 事实上 在东西方传统中 男女有别不仅仅体现在 男女生理差别和家庭社会角色的差别上 日常生活中还体现在 服饰 发型 言语 举止等各方面 共产邪灵的计划 是让社会无阶级差别 也无性差别 让男人不是男人 女人不是女人 同性恋 女权运动 用平等的口号 从思想观念上 大大模糊了社会 家庭角色的性差别 反性别角色的时尚 再从服饰打扮上进一步模糊 反向扭曲这种差别 这不仅为同性恋等变异观念 大规模渗入人心做准备 也是魔鬼败坏传统道德的一步棋 人类社会东西方的传统道德 无论是西方的歧视精神 东方的君子风范 还是淑女之贤德仪荣 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别 阴阳各居其位的基础上 魔鬼的伎俩是为了达到 让人类阴阳反背 败坏道德 同时让人在没有传统规范中 不断放大自我中心主义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 就很容易看出 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变异服饰 表面上是时尚 其实都是魔鬼变异人类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裤 追求时尚者认为很性感 实质是为更大面积败坏 人类性道德打基础 低腰裤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裤 也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中 通过嬉皮式大面积流行起来的 其后到70年代 一度在迪斯科舞厅里流行 最后在90年代 一位时尚设计师 从这种低当裤 发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级低腰裤 追星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时尚 旧其本源 也是反文化运动的副产品 60年代 摇滚乐风靡西方世界 一些少女迷恋于摇滚歌星 追随她们的演出 甚至组成粉丝团 为歌星提供生活服务 性服务 乃至和歌星群交乱性狂欢 她们成为追星时尚的烂商 此外 现代许多追星族 追捧反性别装扮的明星 如越来越多的男星 以女性的气质装扮受到追捧 也是魔鬼通过大众文化败坏人类 模糊性别观念的伎俩 很多时尚的来源和庞克亚文化有密切联系 类似于西皮市 庞克同样推崇反传统虚无主义 西皮市大多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 对传统的反叛 庞克则属于底层人士对社会传统的反叛 所以很多庞克乐队和社会主义有紧密联系 为了表达更彻底的反传统态度 庞克经常替各种怪模怪样的发饰 或者用支离破碎的材料 制作衣服服饰 看如一堆垃圾 或者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的 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 刺青穿孔挂上装饰品 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饰的身体部分 庞克在穿着上经常没有性别区分 如果有的话 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 诸如此类 庞克们为当前许多时尚提供了创意灵感 庞克们崇尚享乐主义 一个流行的庞克口号是 活得快死得年轻 留下一具好看的尸体 这充分体现失去对神的信仰 被魔鬼引诱 掉进物质主义深渊的可悲 也应当引起被各种反传统变异时尚吸引的 现代人的警觉 除此以外 在魔鬼的带动下 人类社会出现了很多漠视乱象 如流行的服饰上 印着骷髅或者妖魔鬼怪的形象 很多人选择丑恶的形象 作为纹身图案 很多装饰品 工艺品 小孩的玩具 甚至节日事物都越做越丑陋 以妖魔鬼怪 巫术魔法为主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 大量出现 人们趋之若鹜 乐此不疲 互联网上各种魔性信息泛滥 足球场上观众大喊大叫 魔性大发 人们在娱乐时追求强烈的刺激等等 这一切都是魔鬼统治世界的表现